我现在跟脚里的猪猪都在一起 我都不敢看 浇了多少钱 现在往浙江湖州 这一大桌的便饭是1000块一桌 你们觉得怎么样 哈喽 您好 我是谈牛 今天来到了湖州长兴 这一个嫁姑娘的喜样 这是他们自己家的一个老厂房 但是看起来 就有点那种80年年的感觉 现在带你们看看一下 湖州长兴的便饭怎么样 难得能在浙江 建这种全年的老地上 浙江这边的决心就比较卫生一点 所有的配菜全部都买好了 你们浙江 不是 整个浙江都吃狗肉 吃狗肉 我拍了那么多回 第一次见到大集大见的狗肉 来 我看一下 不说狗肉 我以为是牛肉 我说狗肉 这个有点像冬菠肉 对 这是一桌这么一大块 一大块就是 这就看着过瘾 虾滑炒菠萝蜜 我还以为是炒蛋丝 所有人会见菠萝蜜还能炒菜 这还挺奇怪的 不知道是啥味道 这个叫冬菠肉 这叫冬菠肉 这一块大概有多重 一斤四两 一斤四两 狗肉的皮 再剪开这样就可以了 好漂亮 这个是椒盐羊排 而且听说今天这个是便饭 正餐是晚上的伴酒店里 学生们 这个我如果不说 你们肯定不知道是啥 狗肉 我今天第一天知道浙江人吃狗肉 这个是雪菜炒和虾对吧 煎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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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冬是啥意思 哪个冬 三冬是咸菜吧 就是三冬 咸菜就是三冬 我还以为是山冬省的三冬 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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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这个叫什么 红烧吃的头吗 这感觉跟山东的四起丸子是一种一气的 好 漂亮 那是上桌高地得整个尝尝 这应该是七星百合吧 对 七星百合 哦 七星炒百合 学生们 这倒是糖醋排骨 好漂亮 黏黏糊糊的感觉 红烧甲鱼 这是补充胶原蛋白的 真的吗 这锅鸡汤看着熬着就特别香了 这鸡汤看着就好好喝 上面黄黄的一层油脂 这是爆炒鱿鱿花虾仁 这个锅看起来就好锅一样 好多好多 这叫什么 清蒸公布鱼啊 你们这边也吃辣椒的 辣椒还挺多的 大厨这个叫啥 三冬 哦 炒三鲜 炒三鲜 走嘞 哎呀 那他们这边上菜如此之快 刚才十一点半开始上 到现在是十一点三十九分 全部上完了 我要上桌吃了 筷子是这样包装的呀 今天有些跟焦里的师傅做了一桌 焦里就有一个大礼盒 哦 太热了 全身都透了 尝一下这个红烧狮子头 嗯 我吃一个鱿鱼花 这是刚才那个县蒸的上麦都没有拍到 纸屏上麦啊 好小啊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热得面目全非了 哈哈哈哈 没事 坐在这儿蒸蒸桑拿也挺好的 鸭舌 鸭舌 椒盐羊排 你们都吃饱了啊 你都不吃了 别玩了 再继续 哈哈哈哈